鲜活的哦 场面一度失控 126一位我就不信 这海鲜我吃不回本 中文字幕提供 先别着急吃海鲜 先来点熟食 这个是一个酥皮浓汤 里面是一个汤 瞧你净干这种事 是不是吃这些东西 起码也得吃点这个 奶香味的 确实很酥 尝一下它这个浓汤 白白的跟牛奶一样 还有香菇 挺好喝的 还有虾仁 这个是闽南小吃 五香条 皮炸的脆脆的 这是海力煎 就是海力煎蛋 海力煎蛋 还有烤猪蹄 还有烤猪蹄 哎呀 烤猪蹄 烤的好软啊 特别香 这一个你们有没有吃过 土笋洞 它里面那个长得像虫子 其实它就是虫子 一种沙虫 很鲜 椒原蛋白很高 很多朋友不敢吃 这个非常好吃 海鲜终于好了 126一味我就不信 这海鲜我吃不回本 海鲜的吃法我还是最喜欢清蒸的 因为这能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清蒸和白灼都能保持原汁原味 但是清蒸又不会破坏它的肉质 你看这虾鲜活的 甜 第一个感觉就是甜 只有活的海鲜才有这种味道 你们觉得就这一锅值不值126 这个是海鲜 吃的就是它里面这个 因为它外面壳是很硬的 吃里面这个黄 这个鲜的毛鲜会比较好吃 有肉有黄 三杯 它的肉不大 也很鲜甜 好大的海鲜啊 海鲜 海鲜这边有个草 这草不好吃太硬了 我们就抓着这个草这样 我吃海鲜比较不喜欢粘粘料 我比较喜欢原汁原味 这是鱿鱼圈 鲜鱼也很新鲜 今天海鲜要吃过瘾了 大炸蟹 这只螃蟹没有钳子 它可能打架打输了 还是有黄的 螃蟹有几个地方不能吃 那一个是这个 然后这边的塞 塞这边要取掉 因为它本身是过滤 过滤那个水的会比较脏 还有这边有一个蟹心 有个六 六芒心型的 就这个给它取掉 剩下就可以好好享用了 哇 好香的蟹黄啊 还有好多鲍鱼 鲍鱼也是活的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 绿色的不要吃 吃多了会中毒头晕 我们就吃这个肉 哇 也是很新鲜很Q 那鲍鱼我会更喜欢烤的 用那个豆豉烤的特别好吃 这个也很棒 我觉得这边126一味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那海鲜的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主要是蒸汽的我特别喜欢 我感觉这个锅好像还是有点坑 一锅海鲜完了 我们来第二锅 这里都是虾 鲜活的哦 哎呦哎呦哎呦 炒面一度失控 哇 虾用蒸汽的话其实2分钟就熟了 这个口感是最嫩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鲜嫩 蒸太久的话他的肉质 就没那么Q了 超级鲜甜 这样吃虾太过瘾了 海鲜吃了好多 再来个酸奶助消化 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这个126吃回本没有 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点个关注 明天见 拜拜